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寫用功的听课 有不会的问题 会去问老师 找到最正确的答案 上学后 校长就趁还婚前 写完功课 因为电费很贵 所以不想成为家里的负担 每天早晨 早起的校长 一样勤学 时间就像金钱 校长每天早晨 努力的读书 真是认真啊 终于 努力还是有后果的 本人的校长 考了一百分 真是佩服 辛苦的童年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校长 今天有各方成就 全州功亏于 小时候打出来的良好的基础 那么校长现在的工作 有没有比之前先行许多呢 好想知道哦 那我来告诉你吧 我常常跟校长走来走去 我很了解校长的工作 那我们来看看吧 校长一早就要到私立台颁奖 当完奖 校长回到校长室 就开始讲电话 打电脑办公 不时还有人走进来送公文 让校长忙得像一只蜜蜂 直到开会时间到 又要拿着厚重的资料 走进后院 中午放学 中午放学 校长会到校门口看放学情况 也会跟小朋友们揮手道别 这张影片 这张影片 让我们不要紧张 那我要推我啊 我会不会的 你们有不能在走那走 你不要推我啊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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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都有说 又不能在走那走 在旁边 今天要握住 握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